嗨,蓝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首先祝大家五一黄金粥度假愉快 进入五月份,蓝花处在快速生长的黄金期 尤其是市内阳台养蓝花的花友们 一定要做好光照和通风的管理 这样才能让新出土的蓝苗顺利的成长 下面就说一说光照和通风的问题吧 第一个是光照的问题 进入五月份,气温升得比较快 室外的最高温度都达到25度了 这时候放在窗台上的蓝花 如果不适当的做好遮阴处理 很容易让直射的阳光灼伤蓝叶 尤其是刚出土的或者刚张口扇叶的蓝牙比较嫩 就像这个 还有这些刚出土刚散叶的 因为它比较嫩嘛,所以经不起太强的光线的照射 很快就会被晒伤,尤其是会干肩,萎缩 这时候应该把放在朝阳床台上的蓝花 搬离床台 放在离床台一米远的地方 避免中午的强光直射 晒上了蓝叶,小蓝牙就得不偿失了 陆阳的蓝花应该尽快进行遮阳处理 早上的阳光比较柔和 散射光都可以晒 中午的阳光太强烈了 一定不能晒哦 第二个是关于通风的问题 气温升高后室内的温度也迅速的增高 蓝花喜欢通风良好的环境 因为蓝花是肉质羹嘛 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 如果气温高了 蒙热不通气 蓝羹就呼吸不了 就会造成蒙羹 羹系就会受损 蓝花新苗就会生长缓慢 或者停止生长 特别是浇水以后 一定要做好通风 高温高湿的环境 容易滋生细菌 蓝花也会出现夜斑病了 还会出现真菌细菌的感染 所以呢通风是养蓝最关键的问题 尤其是夏季 如果感染了真菌细菌 救治起来太困难了 所以呢要做好预防 当然该用药预防还得预防 但是通风必须做好 家庭阳台 室内养蓝花的朋友们 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了 让空气对流起来 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 室内空气清新对人身体也好呀 如果你也喜欢养蓝花 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一起学习养蓝花 一起进步 这期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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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